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堂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继续讲 韩语终极写作 这个实质方面的问题 那么上节课呢,我们讲过了实质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动词形容词后面呢 以道,到后面怎么加这个实质的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讲这个惯形词 来表现实质的一个用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节课呢 我们要讲什么呢 实质的写法的第二个部分 惯形词的实质 那么什么叫惯形词呢 那么这个惯形词呢 是在我们汉语当中的没有的 也是呢,在汉语当中的一个非常难掌握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听这节课 那么惯形词呢,是来修饰名词的 我们说惯形词后面呢 可是一定是加这个名词的 那么韩国语的惯形词的语尾呢,有什么呢 有这个能,有这个尼恩,还有这个疼,还有这个离尔等等啊 表示不同的实质 那么他们呢,在这个名词的前面呢 可以修饰名词来表示实质的啊 那么呢,惯形词前面呢 可以是形容词或者是动词 后面呢,是名词表示对名词的修饰的作用 这个有点像我们的那个什么 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得啊 那么在汉语当中呢,我们用这个得啊 什么什么这个得,后面呢是加什么加这个名词的 比如说漂亮的小姐啊,漂亮的小姐 漂亮呢是个形容词 后面加这个得呢,来修饰这个名词的 那么啊,在汉语当中呢 我们是用这个能,年,腾,离尔等等的惯形词形 来修饰名词的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例句 那么第一个例句是什么呢 比如说恐怖하는 학생 학생呢,是学生的意思 那么正在学习的学生,学习的学生 恐怖하는 학생 那么恐怖하는是动词 我要想修饰这个 학생的时候呢 我要加一个惯形词形는 为什么加는呢 是表示这个现在进行时的一个意思啊 那么第二个呢 山에 있는 나무 나무呢,是树的意思,树啊 那么在山上,山里有的这个树啊 那么山呢,是山的意思啊 山에 있다,有 있는 나무,有的这个树啊 还有呢, 아른다운 경치 경치呢,是景色的意思 风景是个名词 那么我们想说这个美丽的风景 아른답다 那么它的原型呢是 那么我们上上节课讲过了啊 这个以阿为结尾的 大部分的形容词或者是动词 都是不规则的 那么它后面呢 要加这个跟母音结合的时候呢 跟母音结合的时候呢 要把它变成这个 或者是欧啊 所以变什么呢 後面加什么呢 加这个尼恩,因为它是个形容词啊 아른다운 경치 美丽的风景 这样的一个意思呢 那么它非常像我们汉语当中呢 什么什么的啊 漂亮的小姐 美丽的景色啊 冷的一天啊 漂亮的衣服 等等这样的一个用法 那么我们在汉语当中呢 仅仅是表示一个修饰作用的 可是在汉语当中呢 它是可以表示一个实质的 可以表示将来时 过去时等等实质的一个内容 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形容词 形容词后面呢 怎么跟这个惯形词心结合 表示修饰名字的实质呢 那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两种情况啊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 是有韵伪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没有韵伪的情况啊 那么韵伪呢 在韩语当中叫这个パチン パチン是韵伪的意思啊 有韵伪的时候呢 我们加这个能 加这个嗯啊 嗯啊 比如说 有证 有证表示现在 最近怎么样呢 有证表示短 有证的这个裙子呢 是非常流行的啊 那么这个有证的 有证表示什么呢 短的意思 那么它是有韵伪的 所以后面加这个嗯 在本期嘛が 有変意大 非常的流行 那么反过来说呢 如果这个形容词呢 是没有韵伪的 我们后面在 在这个词干的后面呢 加这个你嗯啊 比如说 KUN KA BANGU SAGO SHIPPAYO KU DA KU DA是什么意思啊 表示大的意思啊 大 那么大呢 KU DA是没有韵伪的 所以我们后面加什么呢 你嗯 KUN KA BANGU SAGO SHIPPAYO 我想买这个大的包啊 这个就是我们形容词 后面呢 跟这个有韵伪 没有韵伪的区别 加这个恩 或者加这个能 来修饰名词的一个用法 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动词啊 动词呢 它有三个形式 一个是过去式 一个是现在式 一个是将来式啊 KU DA KU DA KU DA 和MIRRE 三个形式 那我们看一下 过去式 过去式呢 也是分为 这个有韵伪 和这个没有韵伪 比如说 MOK DA MOK DA呢 是有韵伪的 对吧 所以后面加这个恩 过去式后面加这个恩啊 OZE OZE是什么呢 过去啊 过去 吃的这个什么呢 PURGOGI PURGOGI什么呀 是这个牛肉 这个烤肉的意思啊 烤肉是在那个 一个碗里面 也不是烤 是属于炒吧 炒肉啊 那么 昨天呢 我吃的这个PURGOGI 怎么样呢 MASI STOUSOYO MASI STA 是好吃的意思啊 MASI STA 后面加这个恩 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过去式的意思啊 过去的这个 昨天吃的这个 PURGOGI 非常的好吃 那么我想 我想修饰 我昨天吃的 这个PURGOGI 我们要后面加这个 惯性词性 那么因为呢 它是以这个 O为结尾 所以我后面加这个恩啊 MOKUN PURGOGI GA AZU MASI STOUSOYO 那么反过来说呢 要是它没有韵伪的话呢 我们直接在词干的后面呢 加这个NIUN就可以了 比如说 OZE MASHING COFFEE NUN MADOPSOSOYO OZE 昨天呢 喝的这个咖啡呢 非常的不好喝啊 那么这个MASI STA MASI STA是喝的意思 那么这个喝的咖啡啊 那么MASI STA 要修饰咖啡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C的后面呢 直接加这个NIUN就可以了 MASI STA MADOBTA MADOBTA MASI STA MADOBTA 是一个反义词啊 是不好喝这样的意思 这个表示呢 动词的过去是 我们记住了吗 动词过去是怎么说呢 加这个NUN 或者加这个NUN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现在是 现在是呢 非常的简单 不管呢 它有没有那个动 没有 有没有这个PATCHIN 我们都加这个NUN 都是加这个NUN 这个非常的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JIGGEN SING NUN KAIRI MOIA YO JIGGEN 现在 现在你洗的这个水果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SYTTA 表示洗的意思 洗 后面加这个NUN SING NUN KAIRI MOIA YO 那么这个SYTTA 是洗 那么它这里要发生一个音变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加这个NIUN的时候呢 这个NIUN呢 是鼻音 要发生一个鼻音的同化现象 所以一下SING NUN KAIRI 正在洗的这个水果呢 是什么呀 这样的意思啊 那么第三个呢 还可以表示这个未来 未来 未来实质啊 那么呢 未来是 它要分一个有韵味 和没有韵味 两个形式啊 那么有韵味的时候呢 我们后面加这个을 比如说 저 책을 제가 읽을 책이에요 这个书呢 저 책 책是书的意思 제가 我要读的这本书啊 읽을 책이에요 是我 将要读的 那么我还没有读 我将要读 我打算读 后面加这个을 来修饰这个 책 嗯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一下 如果它没有韵味的时候呢 我们后面直接加这个LIR就可以了 所以说 해야 할 숙제가 많아요 해야 할 숙제가 많아요 我们经常说 해야 할 것이 많아요 해야 할 숙제가 해야 할 일이 我要做的 我要做的 我还没有做 我表示将来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 하다 没有韵味 所以呢 해야 할 일 해야 할 숙제 해야 할 什么什么什么 表示将来式的一个用法 那么我们 现在学到了动词 过去式 现在式 未来式 三种用法 我们一定要背下来 嗯 那我们再看一下 嗯 我们之前讲过了 这个动词 形容词 이 다 없다 或者이 다 아니 다 这四个呢 都表示这个叙述语 操作了 表示韩语中的叙述语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形容词 讲了动词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이 다 없다 이 다 없다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